大约300名来自以保红泥山、万里旺多个地方的居民 9月19号聚集在爆发氯气外线事件的红泥山化工厂外抗议 要求工厂搬离 随后警方派出大约10名警员在现场驻守 并在场外约60尺的地方拉起警戒线禁止居民越界 居民也要求厂方出面协商不过无人现身 华都亚野区国会议员西华古马承诺会收集居民签名 承交给周五大臣办公室、医保市政厅以及环境局 要求化工厂搬离住宅区 环境 顶